大家好 我是Gigi 歡迎收看隨意觀察室 今天要分享三首大學時期的歌單 那第一首歌要介紹的是 宋念宇的《理想時代》 這首歌會讓我就是非常有感觸 是因為我那時候正好面臨的 可以說是人生的轉裂點 我在考慮轉戲這件事情 那時候就是覺得很迷惘 不知道該怎麼下決定 然後我的好朋友們送我這張專輯 這群好朋友們在我的音樂路上 其實也是一個蠻重要 一起玩音樂的好夥伴 我就是聽了這首歌的時候 我就在 我就趴在宿舍桌上默默流淚 雖然這首歌可能不是它最紅的歌 但是卻是對我來說 就是一直都放在心裡面 我們可能長大之後都忘記小時候 真正想過的夢想是什麼 聽著這首歌我就會想到 我做音樂的初衷 所以就是有點像 夢想的起點的感覺 那第二首歌要講的是 追夢的人 然後也是我自己寫的歌 你下了一場大雨 它淋濕了你全身 全身 你不僅懷疑自己 這一切又何以後 這首歌就是在寫 轉學考的這個 一整個心境上的過程 我大一念的 其實不是音樂相關的科系 上了這個科系之後 沒有意識到是我 對這些事情是沒有興趣的 是直到我遇到了一個學姐 就只是 隨口問了她一句說 欸你覺得我要轉系嗎 她就說你想想看喔 如果你不管念什麼 你最後還是想要走音樂這條路的話 你不轉你一定會後悔 然後我就覺得 好有道理喔 我就瞬間就是 突然跳脫了一個思維 那就試試看吧 那時候已經睽違了 整整快一年都沒有寫歌 然後那天就是 背著我的吉他 覺得我應該要找個靈感聖地 我還沒走到那邊的時候 就開始下雨 那想說太過分了吧 我就只好背著我的吉他 就是往回走 然後那個雨真的是 越下越大 下到琵琶 胖頭大雨的那種 你下了一場大雨 太淋濕了你全身 這首歌就從這一句開始發展 對我來說 是一首很重要很重要的歌 除了它是紀錄我人生的轉捩點之外呢 在我創作方面也是一個很大的突破 以前寫歌的方式我都是 先有和弦進行 再寫曲 再把詞填上去 但是這首歌是 腦袋裡面先冒出旋律 還有歌詞 然後我才把和弦抓出來 然後再把這首歌發展完 突破二呢 是關於歌詞方面的 寫的詞會比較質樸 然後比較直白一點 但是又是一句句寫淋淋的 打在你心上的這種感覺 應該也可以說 我寫詞的語法 是從這首歌開始 往這個路線走的 第三個突破是 這首歌是我第一次用一個 上帝視角去寫歌 要去看一整個故事 然後這也是我第一次把 別人的故事也寫進我的歌裡 雖然決定要走音樂這條路 但是還是會有很多很多的迷惘 我每一年每一年回來看 都還是覺得很有感觸 就現在的我來說呢 因為我是從台南搬到台北上來的 在唱這首歌 練習這首歌的時候 我也是一度就覺得 自己被自己很感動 對 然後就是覺得 追夢的人就是要這樣子 我願意為了我的夢想 去犧牲我很多很多的事情 犧牲掉我的所有 我也要去完成我的夢想的這種感覺 那第三首歌要分享的是 最後的晚安 是我跟我一個好朋友 叫做小愛我們一起完成的作品 最後一次的晚安 不必再承擔 誰被誰重來 越是害怕誰離開 越小心對待 越放不開 這首歌其實對我來說 是一首很黑暗的歌 但是也是到目前為止 我覺得最能代表我的一首歌 就是關於不安全感的這件事情 我以前曾經有一群很好很好的朋友 突然就發現他們自己有一個群組 但是我不在那個群組裡面 就開始想說 是不是我做錯了什麼事情嗎 或是我講錯什麼話 我被討厭了嗎 就是就開始去想這件事情 那一群朋友就是那時候 是我一直放在心裡面 就是很重要的位置 其實還蠻難過的 我花了整整一年的時間 在糾結這件事情 但是其實就是最後得到的結論 就是其實也沒什麼 就只是我們本來就不是 同一個掉調的人 在那麼多人裡面 自然而然會形成這個小圈子 也不想要再耗費自己的心力 就是勇敢的跳脫 不屬於我的圈子 除了在講關於不安全感的人生課題 就沒有一段Rap 那段歌詞是在講說 我是一個對待別人比對自己好的人 我很努力的滿足我身邊的所有人的需求 不是因為我覺得這個世界上就是應該要有這麼善良 或是像個太陽一般的人存在 我覺得不是這樣 而是因為我在做這件事情的時候 我有感受到被需要的這個東西 只有在我感受到被需要這件事情 才會讓我覺得我存在在這個世界上 可是好像存在的意義也不能 就是完全的定義在就是 對別人 應該要從自己本身出發 對 但是我那時候就是在思考這件事情 就是我存在的意義到底在哪裡 其實這首歌想要表達的是 我在副歌裡面寫到的說 或許沒有人是被拋棄的 只是走的路不一樣的 就算哪天誰又離開了 總會有人接住我的 不管發生什麼事情 還是會有一個人去接住你 那我最近的感悟是 就是這個人呢 他不一定是 要就是你身邊的好朋友 或是你的家人 或是什麼 因為有很多時候其實是自己 接住自己的 對 那雖然剛剛講的話題有點沉重 歡迎大家去聽剛剛講到的三首歌 也歡迎大家在底下留言 告訴我你的感受 還有你的想法 那後面兩首歌是我的創作 收錄在我去年六月發行的專輯 事務招零Loss and Fun 裡面 大家都可以在各大數的平台上面 去找各個實體通路也都可以找得到 那我們下次見 掰掰